大三元的插曲 由王彩华 还有许富凯所演唱的 拜恰拜恰 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 邀请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 好朋友 媳妇会网路商城的老板 红彭敦 彭敦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这次其实请彭敦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我发现晚了 因为会发现今年过年 配送非常的塞车跟拥挤 在昨天呢 在跟好务市级的执行长 赵大方在聊天的时候 会发现有一些东西 好像有一点delay 我们也很急啊 就急着再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呢 好像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仰赖宅配 对不对 彭敦 没错 我们来讲一下 因为好像在指定的时间之内 好像很难很难 很难很难随心所欲 对不对 很难啊 员工我们配合的那些 黑猫 还有那个新竹 他们本来大概中午前会到 现在都会拖到大概下午或晚上 所以等于是当天到还可以了 我很怕的就是 因为其实我知道 因为大方很急 我们的执行长呢 他其实非常非常重视 毫无市集的商誉 那所以呢 大方很急 急着说 怎么有指定时间都没有到 有几件没有到 就急得不得了 就要想办法 然后就发现说大家都在追 比如说追物流 追出货 然后追着里面的环节 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很害怕是大家想要用这些年礼的时候 没有到就很麻烦 对不对 还是年菜要吃 没有年菜 对对 可是这种现象 像以我们配合那个黑猫来说 他说每年都会发生 送到除夕的凌晨还在送 可是问题是 以前凌晨晚上可以送 以前礼拜六礼拜天可以送 我听说现在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 礼拜六礼拜天不能送 半夜晚上也不能送 你们现在晚上可以送吗 宅配那方面 有没有宅配啊 还是有宅配 真的还假的 突然没办法送不完 还是得送啊 因为我现在晚上都没有听到叮咚的声音 有勒还是有勒 然后还有我记得上一次 我们邀请了花莲 我们邀请了花莲的农民来到这里聊 花莲的农民头都很痛 因为他们现在配送 只要一撞到礼拜五就完蛋了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不配送 是礼拜天不配送 礼拜天 礼拜六还有 礼拜六还有 因为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 他们很头痛 就等于是花莲的农产品出不来 他一定要delay两天才可以出来 所以等于是 有可能在法律的部分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再修一修 还是说老板咬着牙 加班费几倍也要再付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没有那么多人啊 没有那么多人做这件事 对啊 所以我们也很急 我们也很急 所以呢在这里先跟听众朋友 如果你们今天商品有delay的话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 对不起 因为呢 所有的事情呢 我们都努力的在解决 努力的在解决 因为其实很害怕 你看有听众朋友这里就立刻反应了 他说呢 他订的年菜 订的年菜是1月25号 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 就等于是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订好时间 要做什么事 有可能要提早过年 有可能要去拜年 对不对 东西都没到给大家造成很大的困扰 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 非常抱歉 我们会尽快处理 好 今天呢 因为请到洪鹏敦来到这里呢 也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在重要的节日的时候 请洪鹏敦来介绍农会好物 可是今年王仁瑶忙饭了 忙到好 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宅配了 可是呢 还请洪鹏敦来上节目 来介绍农会好物 而且这次我们家立文很妙 有人说不可以带过超过八样商品 是不是 对对对 八样商品 对不对 他一直强调不要带太多 对啊 他说不可以不可以带太多商品来 因为呢 想要让洪鹏敦好好的聊天 好好的聊天 好 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听众朋友如果有在好物市集订年菜 现在还没有收到 就请你们透过直播的管道表达意见 我们也可以顺便来做一下统计 因为呢 保时傅算是今年第一次开卖冷冻年菜 好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对啊 好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有听众朋友帮我们讲话 听众朋友说 其实要教育消费者 在过年前 应该没有办法准时提答 还是说我们台湾希望 还是我们台湾希望更多的宅配业者 有人定1月28号到 可是26号就收到了 还有就是啦 我有听到人家讲说 提早收到 消费者也会很生气 因为他冰箱 冰箱冰不下 冰箱冰不下 我想大家还是互相体谅一下 在明年我们就会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会努力 努力的解决啦 因为呢 昨天呢 我有看到有一个公告 黑帽贴处公告 也是告诉大家 没有办法指定时间送达 量真的太大太大了 还有就是 很希望听众朋友 有部分的礼物 还是有部分的礼盒 不要仰赖好物事急 因为 不是不是不是 不要仰赖黑猫 不要仰赖宅吉便 为什么 因为呢 礼要送 亲自送 尤其是重要的人 一定要去看他 对不对 亲自送礼 当然啦 如果今天通过贼片业者是很方便 可是亲自送 意思是不一样 就像我今天下午就要亲自送一个礼 给我的赵叔叔的老婆赵妈妈 这个是从小到大 跟我爸爸一起长大 一起从山东来的赵叔叔 虽然他几年前已经走了 可是呢 送礼的这件事情是不能断的 好了 然后呢 新河发的新帝也上来了 新帝说 这一周的货都不会准时到 希望能够尽量啦 因为总是希望大家买了年菜 没有到 要过年头很痛 对不对 头很痛 好了 我们让彭敦也来讲 你也应该很忙 对不对 过年前 对啊 是蛮忙的 今年试矿如何 今年试矿比较不好 今年试矿比较不好 为什么呢 好像 连我们那个源头农会 就是我会去跟他们聊一下 对 都这样子 大家都忘记要送礼了吗 大家都忘记要采买 还是说大家都要拖到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才要下决定 如果拖到最后一刻就全部都塞住了 塞住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介绍农会好物哦 好 卡卡拜拜 卡卡拜拜 对啊 卡卡在整理东西 对啊 连这个仙草 每年销售最好都降两层 啊 这个是老仙草 而且这是红谷耶 对啊 我有没有很内行 有有 有没有看到 这是红谷的老仙草哦 啊 真的还假的 这是好东西 好啦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 好物事急这件事情啊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很多听众朋友呢 冲着保师傅 今年挑战冷冻年菜 结果发现不能准时送达 我们也很抱歉 我们明年应该会采取一种预购的形式 还是什么形式啦 就提早出货 如果大家冰箱有空位的话 因为我们的确也有接到客树 这个客树就是提早到 他的冰箱冰不下 他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好 那所以我们会考虑想一下 我们到时候再跟红彭敦研究 因为红彭敦这个经验太多了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没有这个经验 等于是第一次 保师傅也是第一次这样子的经验 好不好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 彭敦讲说 现在其实要订这些东西 比如说农会好物有一点难 可是有另外一个管道 对不对 对对对 快点讲快点讲 就是我们在虾皮那边 也有另外一个商城 那个商城的那个名字是一个珍 珍就是那个珍贵的珍 你怎么不早讲 我刚才就把它打进去了 珍叫珍什么 虾皮的珍 就一个字珍而已 那是我老婆 那个英文名字 珍女佛前面那个珍 珍珠的珍 对对对 珍珠的珍 等一下我要跟新和发的新帝讲 新帝我们被骂惨了 你知道吗 新帝我们从25号 应该是说有人指定22号没到 25号有人也没有收到 当然数量没有很多 可是我们正在补救 这个是新和发的新帝 新帝说他们这个礼拜都不出货了 所以等于是之前货就要出完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等于是今这个礼拜 下个礼拜就过年了 除夕是下礼拜一 下礼拜一 所以等于是一个礼拜之前就不出货了 这个我们要学起来 冷冻的话 它是冷冻 它卖的是海鲜 全部都集中在这个礼拜出货 对 所以会有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常温 因为新帝卖的就是冷冻 所以这就会有很大的配送的问题 所以你看新帝他们自己卖海鲜都停了 这个礼拜都不配送了 我们其实是要参考一下配送的流程 当然消费者是选择他自己方便的时间来订年货 还是说来订冷冻年菜 可是我觉得对于宅配来讲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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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做法都是怎么样 较量计程车 比如说我要送货去给我阿姨 较量计程车 人不要上车 你这样东西丢上地上车 对对对对 这样比较快 而且不会当天到 一定立刻到 不是隔天到 当天就会这样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润阳 今天邀请到的是在雅虎 雅虎上面对不对 对 喜福会网路商城专门在收购农会好物的红蓬墩 来跟大家分享农会的一些好东西 刚刚彭敦有告诉我一个讯息 因为呢 其实彭敦也并不知道 我们现在等于是保湿副冷冻年菜配送的问题 现在彭敦不知道 可是彭敦刚刚就讲了一个东西 他说大家其实不用紧张 因为呢 他们家不是冷冻 也不用冷藏 他们家是常温 那所以呢 这个问题比较少 对不对 对 而且你还有另外一个商城 来给大家介绍 就是在那个虾皮购物那边 有一个叫针 就是 珍珠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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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也是我们的农产品有放在那边 可是问题是虾皮会比雅虎找到吗 雅虎就是我们选择宅配的问题 但是虾皮那边全部都是那个超商的电道店 所以他就是没有那个过年期间宅配限制的问题 他们超商 四大超商在过年期间不休息 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 但是他只限定就是长温可以寄送 长温可以寄送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其实要叫红蓬墩只带八样商品来 其实对不起红蓬墩 我们那个时候想说 越美色的蓬墩都搬了大箱小箱 来跟大家介绍农维的一些好的商品 其实老实讲 蓬墩你在做 就是在找农维的好物这个时候 已经做了几年了 到今年的话应该七年多 七年多 你会觉得农会的东西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 老师讲哦 当然老师他在翻白眼 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这要综合思考一下 所以等于是有的OK有的不OK 应该是说我们在介绍的这几样东西 他们虽然有换头一头 但是他们的品质还是都有把持住 这东西的品质都没有什么变 如果有变的话 那个东西就会从我们的网站上就消失 有人说在虾皮找不到针 应该是有就一个字针而已 就是针 好没关系找不到 等一下洪蒙针下了节目之后 他会自己回答 他的老婆也会回答 所以等于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告诉我 我说全台湾的农会你跑大概一半 对对对对 还没有跑完全 对对对对 还没有跑完全 那所以等于是有的农会很积极 有的农会对于这块是不做的 是不做的对 可是我觉得台湾到处都有好东西啊 像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依然树药那边 他那边有出产那个罐头 罐头什么罐头 就是那个鲸鱼罐头 然后有时候有那个限定季节的 那后那种罐头 真的哦 我都不知道耶 我有试过其实非常好吃 结果呢 而且而且我们再跟听众说明一下 其实罐头这个东西 东西在里面其实不会说坏掉 因为他用一种很特别的技术把它保存着 反而是又很新鲜 但是那个鱼会就是不是很积极啊 我们讲到罐头大家其实不要误会罐头 其实在国外罐头也有好几百块跟上千元的 不是我们讲的很廉价几十块 而且其实罐头是一个很好保存食物的方法 那所以你说树药农会有出这种罐头 树药余会 树药余会 可是他们不做 对他是说 其实上次要来上节目就跟他们沟通 但是他们说不太需要就这样子 真的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那是蛮好吃的一个东西 他们或许有可能是因为政策的关系 对不对 有的其实是政策制作 对不对 就心态的问题 心态的问题 可是不管怎么样 鸿蒙灯你知道跑遍全台湾的农会 然后都去找这些农会的好东西 我们今天就从仙草开始 好 刚刚呢彭敦有讲 这个仙草干往年都要用抢的 来你拿 你拿给大家看 这个算是关系农卫一个新商品 红谷哦 大家有听得懂我讲的红谷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比较存放比较久 对对他们就是应该要怎么说 他们有特别挑选过 对品种也不一样 对品种也不一样 可是我问你红红的 我们其实买这个仙草干要拿回去干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都会人看到这一包杂草 哈哈哈哈 大家其实不试货 不试饱 你知道我拿杂草回去干什么 一开始那个农会主任跟我讲 说这是他们新商品 我也疑问也跟瑞瑶姐一样 现代人不是都要粉冲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在销售的过程 我就发现说 哎天哪还真的有人会大量买 因为他看得懂 我给大家看红谷是什么意思 还有他处理他已经处理过了 他处理过了 他很干净 对对对对 非常干净 而且他们有特别挑选过 哈哈 而且这应该是盛放 就比如说大家如果是买这个仙草 第一年都没有办法熬啦 对没办法 他其实没有办法有胶脂 是 要放大概两三年吧 两年以上 对对对 他们有个大仓库 哈哈 他们那边的量有至少 就是说用一年都用不完 所以这是关西农会出品的吗 就自制 他们自制的 哎 我怎么记得以前关西农会有一种粉很好用 就那个叫吉隆仙草粉 对不对 对对对 吉隆仙草粉曾经造成轰动啊 对对对对 然后这是他们 他们主任就觉得说 有些人在跟他们反应 想要买这个干货 自己熬 对自己熬 可是这样子熬至少要熬 四个小时 差不多 他后面有写使用方法 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广告来了 我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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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记得广告 不是四个小时吧 三个小时 二到三小时 二到三小时 滚费以后再小火煮二到三小时 哎我真的好吃惊哦 居然有人会买这种 等于是大家要要真正的味道啦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他那个他那个冲泡的那个粉 一直都卖很好 一直都卖的很好 可是他那个冲泡粉 我有参观过哈 那个冲泡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锅 然后呢他用一定比例的水还有一点点减 因为他要让这个胶质快速比较快速溶出 然后再干燥 你知道取出这个精华液再干燥来做 对啊 你看他说曾经在台南百合马路边买仙草干回来 但是摆很久 对啊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现在大家如果看到这包疙瘩 这包我送给立文 立文你会感谢我吗 不会 不会 你会不会说热小姐你熬好了 你把装罐给我喝 装成这样子 装成这样子 还是要感谢再转送就好了 再转送再转送 哎可是这个老人家看到会很高兴 因为一般如果是货的人 这个在菜市场没有的 这个一定要去客家传统菜市场 才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哦 而且他有个重点是 农会已经把他全部 那个SGS检测过了 所以他不是野草啦 对他不是 真的是完全可以这样煮来吃 我是很喜欢 我是很喜欢在煮仙草的时候 仙草茶的时候 空气中的味道 对对对 空气中好香哦 大家如果没有煮过的话 然后喝起来很天然 因为这要怎么讲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外面经常吃的仙草洞 其实是用地瓜粉勾芡嘛 对不对 对 他其实就比如说他其实 呃当然他要变成洞要有 他变洞的能力 对啊他直接给你拍 笑一笑啦 他都不笑 他都很严肃哦 我都受不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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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家里有人直接给你拍照 对啊都很严肃 对啊就从这边 哦我都不知道农会有卖这么这么裸 你知道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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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这么赤裸赤裸的食材哦 好棒哦 对啊 他们员工自己挑选的 员工自己挑选 对自己在慢慢慢慢慢慢挑选 很干净 我先拍给大家看 很干净 这个如果家里有老人家 还是说家里对这种退伙 对于这种你知道有需求 这个其实是很棒 然后所以你说这支他们推出来 我好难想象 我想关西他们出这种浓缩粉 就已经卖到不行了 他们居然还会反谱归真 他说就是有人在要求 反谱归真 对对没错 你翻过来我看一下 就是仙草干 哎保存期限两年哦 你看他其实就是老的哦 要告诉大家 加6000cc的水要煮2-3小时 有没有 以前的仙草茶就是这样熬出来的 好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 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邀请到的是在Yahoo 有喜福会网路商城 还有在虾皮 虾皮拍卖对不对 虾皮拍卖网上面 他老婆珍珠的珍 在给大家搜 搜罗 搜罗罗列所有台湾农会的好商品 都红蓬墩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我我我我其实以为他今天会带一大堆礼盒来 没有我今天其实看到他的东西 都是很朴实的东西 尤其是这个仙草干 大家知道这个仙草茶怎么做的吗 或许很多人就在讲说 我有看过了 我有看过一个茶饮店 他的仙草茶就是仙草粉泡的 不是 不是哦 仙草仙草茶是植物熬煮 植物熬煮出来 然后现在有听众朋友已经在上面留言了 他说其实除了熬仙草茶 这个煮鸡汤也很好吃 对不对 对啊是没错啦 但是这样子会很费功啦 你看连你都觉得费功可是问题是真正商品居然卖得很好啊 对啊对啊 所以等于是我们都市人的预期跟一般的消费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对不对 他已经处理很干净了对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原材料 原食材的想法 可是呢今天呢你还带来了三罐东西 这三罐东西就是让人家觉得很方便的东西是不是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他们荣卫出产的仙草养生植物奶 这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除了仙草以外嘛 里面就加了黄豆红豆黑豆大麦草麦杏仁果 就一些很植物的东西 哦他把仙草也当作是一个元素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开开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们可以开一半现场试影吗 因为我以为他今天带的这三瓶是仙草 仙草干可以买来试来煮煮 使用前要洗吗 我看他那么干净哦 用水稍微泡一下 泡一下就可以了 植物奶 诶等一下颜色是那种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你知道不是仙草的颜 不是仙草茶的颜色啦 它有一点点你知道像古物一样黄黄的 嗯怎么会出这个东西呢 嗯很好我是觉得还蛮好喝的 很很就是很简单的味道 很好喝 很好喝 而且呢他这个应该是说他熬了一个仙草茶 以仙草茶比如说水 他有仙草的萃取液 用仙草干 哦他仙草的味道很浓诶 然后有黄豆 非基因改造的黄豆 砂糖黑豆 荞麦豌豆 薏仁 还有再来米 还有红豆 诶可是红豆大麦山药南瓜籽莲籽杏仁果黑芝麻 诶这个是老人家最爱的一种饮品诶 诶我这样子也是老人家 诶我女儿也在喝诶 她也是老人家 为什么 你知道老人家好喜欢这种就是比如说有一罐里面有很多东西 而且我要讲听众朋友喝起来没有沙沙的 不会不会 喝起来不是说我刚才念了那么多古物 你喝起来好像燕麦片燕麦粥 没有没有没有 而且他不会很浓稠 没有 对 而且味道很香 我觉得仙草的味道我个人就很喜欢 很香的感觉 因为他们的工厂就是直接把那个做仙草农缩意 对所以就直接嫁进去 而且其实这一支热热的喝也不错 对 对不对 对对 诶好好玩哦 我其实从这个罐子上 发现了两个警语 听众朋友听听看 这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铁罐 对不对 对对 这是一个铁罐 它的警语是说 请雾在火上或微波炉中直接加热 有人会这样做哦 会哦 应该会有才会行 会把这个东西直接放在火上 不能这样做 这个其实不是锅子 这个会有毒物释出 这个其实充其量可以隔水加热 有没有 隔水加热哦 对不对 对 隔水加热 好 味道不错 好 紧接着下来呢 洪鹏敦给我带来了 诶 你给我带来了一个叫做紫香芋片 这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先拆开来 这个是台中大甲大甲区農会生产的 等一下 大甲的芋头 哪有存 大甲的芋头大家都在抢啊 有有 这是他们弃作的 所以绝对会有 保证 保证是真正的大甲芋头吗 来 我打开来了 诶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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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鹏敦这就是芋头片啊 对对对 而且这我要强调就是说他们是特级的芋头整颗削片 不是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就比如说削 因为大家知道芋头的加工吗 对 应该有些人不知道 不知道对不对 对对对 就比如说芋头好的整颗卖 对对对对 不太好的 而且是特级的 对 不是不好的来卖 不太好的切块卖 对 这个整 这个是整颗好的来切片 对啊 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片啊 你看我看一下包装 大家有看啊 哦 紫香芋片哦 哦 好脆哦 对 而且他口感脆就是香气也很浓啊 然后那个咸度也很适中 这个配茶好 对 这个有台湾人喜欢的调味 而且 比如说有胡椒粉 有一种什么 你知道就是台湾人的这种 不光是胡椒粉啊 有一个叫什么白草粉还是什么 有一个这样子的味道 它有加胡椒粉 对对对对 有一种我们叫就是那种 在路边吃这个炸鸡的这种味道 对不对 嗯 这边这边这边有一个那个大甲 芋头的标志 诶 农卫强调说以后买生鲜芋头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加工类的产品 就要认这个标志 等一下等一下 是 全台湾大家到市场去买芋头 都会告诉你这是大甲芋头 可是不知道它是不是大甲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认为大甲芋头最好 最好 所以农卫终于知道了他们要怎么样告诉别人 是不是大甲芋头吗 对对对 来看一下这个标志 所以是走到哪里都要有购买大甲芋头 请认名此此商标 哦真的哦 对 等于是右边的这个商标 商标 嗯好好玩哦 对啊就跟大家买草莓一样 每个人都说大壶来的 嗯连进口的都说是大壶 都大壶 美国也有大壶 很大的壶 是这样的想法吗 然后一般的洋芋片它是都压碎 对 整形 对整形 那这个不是 农卫一直强调说他们真的是整颗直接切 这个是整颗直接切 而且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上面这个 紫色的这个斑纹这么多 就知道它其实取的是好的部位 对而且纤维纸很多 而且它另外有一个全素食者 可以食用 可以食用 嗯哼 对对对对 就是它在调味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有人问说 今年没有干香菇跟香菇脆片了 他说去年年前还有 香菇脆片没有了吗 有啊还有啊还有啊 还是说香菇很贵 都还有啊 都还有 香菇价格没有边 香菇价格没有 他今天没有带香菇 对啊嘿 不过红维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今年的台湾香菇的价格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对 今年没有把价格拉高 对 还有大家听到我这样咔啦咔啦的咬 有人讲说听起来好脆 不是听起来是真的很脆 对 而且它切得很薄 对 即使它有比较重的调味 我都可以咬到芋头的原味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来 要再一片吗 哦这个好好玩 对这超好吃的耶 这个好好吃 欸这个就算钱耶 我以为他们会用边角料做啦 不会 他是用他们现在卖生鲜芋头 有人问这包多少钱 这包就一百上下而已 一百上下 欸很 欸比 我觉得比那个羊芋片好啊 对啊 这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啊 而且这很实重啊 羊芋片一包都很轻啊 对这个很实重 还有就是这个调味你会喜欢 我要讲哈 因为它这个调味呢 很像我们吃的盐酥鸡啦 我刚才一直都没有讲出来 就是盐酥鸡的feel 有没有胡椒粉 砂糖 还有盐巴 对不对 然后有人讲说 都这么大包吗 是啊 它只有一个包装吗 一个包装而已 然后我让洪鹏敦再拿出一片来 它其实不是碎片喔 我刚才拿出来那个算是 芋头的一半 对不对 芋头的半片 对 有没有 有没有 而且你看这个纤维就知道了 这厉害 好 来 特级芋头 特级芋头 选完整的 不是拿碎料给你喔 你不用那么紧张啦 洪洪敦拿出来之后 不敢放回去 丢回去 等一下大家就要试吃了 开心而不得了 好 紧接着下来 我要来讲 这个花 还有这个 这同系列的 来来来来 等一下 因为它这支很抢眼 因为它用的是一个紫色 它这支用的很抢眼喔 非常强 欸 这个是芋头米粉喔 对 蛤 等一下 可是这看起来是干料耶 干料啊 蛤 你有拆开来吗 是什么 这可以拆 它居然做了一个纸包的芋头米粉耶 好 来来来来 因为我都一直认为大甲芋头 钱这都没够了 哪有可能打拌 全台湾都是大甲芋头啊 直接弃作啊 就全部交给农会 所以等于是这个是农会保证 并不是进口芋头冒充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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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在台湾齁 其他的地方冒充大甲芋头 我都可以忍受 唯一不能忍受的是 就是从东南亚进口的芋头 也称为大甲芋头 好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忍受的 可是因为大甲芋头的名气太響亮 所以等于是如果农会 发起了一个 你知道像一个认证商标 有没有 昨天也有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更大 这个更大 好 大家其实买起来就比较方便 认名 来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喜福会 网路商城 还有珍 珍应该也是网路商城 对不对 虾皮的 虾皮的珍网路商城的 专门在 我上次叫他是农会豪物猎人 农会豪物猎人 洪鹏敦 来跟大家分享好东西新东西 刚刚呢在上一阶段呢 知道大甲芋头 而且是 好的特辑的 你知道切片 切片的这个芋头片当零嘴 可是呢这里居然有一个 芋香米粉 已经有人写说 这个是泡面芋头米粉 这是用泡的还是用煮的 用泡的 用煮的也可以 真的假的泡面米粉 对 这个来说明一下 后面还有芋头 这个是百分之百 纯米的米粉 纯米哦 对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跟刚刚那个一样 他是把特辑芋头 磨成粉 加入那个米中 然后做成米粉 这样子 哦 所以等于是 这上面拍的这张照片 是参考用 参考用 对不对 应该是说芋头已经跟米 米做在一起 变米粉 但是他有一个调味包 然后里面也有 小颗小颗的芋头 这样厉害 就跟之前我们介绍 那个角白笋一样 就是小小颗这样子 对对对 这些你有试过吗 味道浓吗 很浓 听众朋友想不想拆开来看呢 我是很想整包带回去 不想拆给大家看 我想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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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要做开箱文 它里面有四小包 要拆 好拆拆 给大家拆 因为老师讲 泡面米粉 我的印象中 应该只有统一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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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起来 我想吃 想吃就赶快定 想吃 有没有 芋香米粉 而且我泡过 它就是会有那种淡淡的紫色 淡淡的紫色 对对对 所以是真紫色还是假紫色 应该就有点类似这个颜色在淡一点 因为它不是化学嘛 所以不可能会有很深的颜色 不可能有很深的颜色 对对对 我们会直接你知道煮给大家吃 当然不是现在 因为实在太稀奇了 没有想到芋头米粉 就是米粉里面有芋头 对 米粉里面有芋头 我们可以来试这支 对 而且农会跟我预告说 嗯 接下来他们会发展 什么 有料理包的芋头米粉 真的还假的 对 他说会有整块切块大块 已经在实验中了 早就要这样子做了 早就要这样子做 要把我们台湾农产的最高经济价值做出来 而不是只有卖原食材 对不对 而且农会说 他们这个虽然定价高 但是他就说 反正因为我们是百分之百纯米 又很真正百分之百特辑的大甲芋头 他说这个价格实在是拉不下来 好我们等一下广告的时候 会报价格给大家听 现在不会报 好 彭敦来 再来 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讲 这支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 我记得这支彭敦带来过 这个是龙眼花的花茶 对 一朵一朵 你知道喝起来好疗愈 超级疗愈 超级疗愈 这个是又再拿回来再补充一下 上次真的太敢 最主要是说 好疗愈 这支 那他们农会采龙眼花 就是在龙眼树之间架王子 然后不是去强摘他的花 他掉下来 对他掉下来的 那龙卫人跟我说 要帮他们讲一下 嗯 因为他们是直接去采取这个花 所以每年都要冒那个 被蜜蜂 被蜜蜂蜂蜂蜂蜂叮满头的危险 对 是不是 而且还有一种叫蜜蜂蜂蜂 这种 应该叫它昆虫 对 你如果被拉就是滴到他的脂溢 你皮肤会溃烂 还有啦 他们不可能抢彩花 抢彩花就没有龙眼可摘 对对对对 对对 对这是两个 你要花还是要熔岩 当然是要吃熔岩 花它自己落果 可是我讲 因为这只 我记得我在去年 我去屏东 找我的高中同学度假的时候 我就有带这只下去 好有感觉 如果可以的话 你不要拆 所以农卫说他们 其实这个东西 是非常困难取的 而且这个其实是完全利用 对完全利用 它不要让花落在泥土里 他化作春泥就没有用了 而且他说 中寮的很多人可能没有去过 那个山真的是崎岖不平 中寮有 前一阵子我们有请 武麦瑶的张明源的大哥 你知道张元明的大哥 张元沛 你知道元沛大哥来讲中寮 我其实今年要去中寮玩 好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是一样中寮 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怎么只剩一点点时间 葛玉金粉 葛玉金粉就是那个葛玉金 他把它磨成粉 葛玉金 就是前一阵子大家很流行的啦 对对对对 这是纯的 就是应该讲说很原始的那个太白粉 原始啊 这是太白粉 以前很原始的太白粉 以前太白粉的原料啦 我摸起来真的是 就是葛玉金 大家有听到一个葛玉的声音吗 他20斤才能磨成一斤的粉 天呐这是高级太白粉 对对对对 大家如果很害怕太白粉是画质淀粉 你知道就比如说这个就是真正的太白粉 这个跟仙草干的意思一样 当初呢 会说他们有这个东西 我想说这会有人买 果然 对 很原始东西房 真的还是都会有人买 因为其实呢 有人呢 现在都勾芡都不敢用太白粉 大家都用藕粉勾芡 或许我会觉得有一点紧张啦 可是这也是一种市场 因为有的人对于健康这件事太在乎了 好 接下来还有什么 这个要继续讲吧 对对对 像一般那个麻糬 跟羊耳糕都用糯米做 对 浓味有试过 可以全部不用糯米 完全用这个 一样有Q度 对对 那你要那个酸啊汤 鹅啊煎 或者煎蛋 都可以加这个 好 都可以加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葛玉金粉 对对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赶快介绍一下这个果干 哈哈哈哈 拆开看一下 这个是那个台南新化驱农会的凤梨干 新化的凤梨干 对因为我试过 我觉得它们凤梨干 好香欸 它们的真的很好吃 而且奇怪 我现在都很预期说 拆开来这个凤梨干 好像是太阳放射的形状 可是它并没有哦 它其实做的你知道是这种小块状 一口一个的小块状 而且我已经闻到了这个凤梨的甜甜的蜜香 蜜香 蜜香好浓哦 而且它很黄你看 很成熟 它其实是很成熟做成果干 它们都是在七分熟的时候就采下来的 很软 很软 而且没有色的感觉 没有没有 对 而且呢 它换句话讲 它应该是低温长时间烘干 对不对 36小时 好软哦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广告的时候会报价钱哦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了 快点快点 因为呢 我们规定不可以报价钱 可是广告的时候 开直播可以 这包一包有钱 我忘记多少钱 一百上下 一百上下 好 刚刚的那个芋箱 那个那个 这个也一百上下 这个 纸箱 芋片也是一百上下 这个呢 五十块上下 这一包五十哈 当然其实洪鹏敦就在讲说 价钱下不来 价钱下不来是因为它用的是百分之百的米 还有加上了他们自己大甲的芋头啦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价钱下不来 对不对 好 再来 这个 这罐 三十五块上下 这罐很好喝 这罐很好喝 这罐意外的好喝 对 我本来想说 奇怪 大家在里面搅来搅去 到底味道会不会很杂 不会 对 然后还有这个凤梨果干 这凤梨果干很好 你说是七分熟 可是我吃起来很甜 很好吃 他们就是有研究过 而且好柔软 对 大家看这个颜色 好柔软哦 而且在用热水去去色 我好害怕 不是 我很害怕 那个凤梨干 很粗 粗 对对对 很粗 然后这个吃起来有一个蜜 你知道有一个蜜的香味 这个多少钱 这个大概一百七十上下 一百七十上下 对 好 这个呢 这个一百上下 一百上下 对 我要给大家看 它上面写最天然的台白粉 这包其实小哦 这包其实不大 对对 可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今天要的是原材料 好的加工品 他们其实就是这样子做 还有让洪鹏敦再讲一次 叫做喜福会网路商城 这个是在雅虎 对 另外一个他老婆的叫做 曾 曾 也叫网路商城吗 在虾皮的网路商城 虾皮的 我没有用过虾皮 虾皮还蛮多人在用 我好笨哦 不是 我好笨哦 我下次应该要给大家开直播 教大家怎么样在网路上购物 好不好 应该也可以 可以吗 下次洪鹏敦来的时候 你知道 我想要做一下这样子的事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是老的听众 大家其实因为王润瑶的关系 都用智慧型手机在看直播 可是有一些东西 好像也不会 是因为保师傅开始做冷冻年菜 我发现大家不会上网买东西 我其实也不会 我从来不这样做 你 等一下 你的表情伤害了我 没有 不是 我还是有一点亚异 黄黄针伤害了我 对啊 我自己也是一直在家里 一直一直试着购物 你知道 我想说您用手机都一直这样子 我没有 你好坏哦 你 你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星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 王瑞瑶 听到朋友听到 我跟喜福会网路商城的老板在广告的时候笑得很开心 是因为我在跟他讨论一件事啦 听到朋友知道 王瑞瑶一直都透过超级美食家这个广播节目 要做更多的平台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就在手机做直播 我们甚至教大家怎么样上网Google 王瑞瑶曾经写过的文章 还是我们曾经传过的影片 我甚至在前两天我在Google我的影片的时候发现我所有的影片都进到了一个平台 那个平台我不认识 可是那个平台我打王瑞瑶所有的影片都在里面 他就等于是也把我的这个平台直接纳进去了 所以等于是都一直要教大家要做比较进步的事 可是很老实讲 我其实不太相信网Go 因为我其实一直要想要叫我们家七字立文来上节目 我们家七字立文其实是专家 因为保师傅今年做了冷冻年菜之后 我自己试着在家里 我自己试着在家里用手机订购一些东西 发现我很笨 很笨 可是当我自己再把文章PO出去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人也跟我一样从来都没有买过在网路上 我们都是获到付款 就比如说他要填什么东西 我好害怕 所以刚刚在广告的时候 我把这个讯息告诉红蒲敦 红蒲敦什么话也没讲 可是他用眼神杀死我 他觉得我怎么会那么土淡呢 所以下次如果红蒲敦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我想要让红蒲敦 你知道我们就直接开直播 他就教大家怎么样在网路上购买东西 然后甚至于教大家什么样的东西是你值得信赖 对不对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我问你是不是 你会不会骗我的钱 像摇虎就有一个机制 他那个超级上层 他会针对 譬如说送货率缺货率 或者服务的那个态度 还有一些综合的条件 他就会用一个叫做优良商店 你只会这样讲我都不知道 我第一次看都乱七八糟 没有 他很明显 在你的那个首页就看得到优良商店 然后他是会用黄金色 好像就是到了皇宫一样 显示出这个优良 真的 对对 不一样的待遇 对对对 像我们家就是 你们家有吗 有有有 你们家有黄金色吗 有有有 优良商店 他总评比要在9.5分以上才有 对啊 因为我现在举例嘛 就比如说我今天请红蒙敦来上节目 搞不好听众朋友定了他的芋片 就来的是纸片 对不对 定的是米粉 芋头米粉 就来的是统一米粉 你知道就比如说有可能这样多 对对 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子 对啊 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 不是吗 对不对 对啊 然后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可能等到过完年之后吧 因为我才发现有很多人 对于这种新的东西 像我一样 看起来好像很时髦 其实是山顶动人 好啦 我不能再讲话了 因为有听众朋友一直在推出我说 你为什么不介绍商品呢 哈哈 真的还讲 因为有人已经直接下单订购了 他今天其实要带很多东西 可是被我们家气质立文阻止 气质立文要求他只能带八种 哈哈 来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 我还一边在吃我的这个 我还一直在吃我的凤梨果干 这凤梨果干真的很好吃 对耶 来 接下来这边一样有 要拿起来吧 好这是什么 三包的那个果干 可是这是哪一家的 这是南投水里的 我刚刚吃的这是哪一家 台南那个新化 台南新化是凤梨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南投水里 对对对 它有黄金柚子皮Q 对 什么叫皮Q 还有芭乐干 还有柠檬片 对 皮Q 他们皮Q就是吃起来皮QQ 哈哈哈哈哈哈 我讲哈 现在都好有创意 对真的 对啊 就比如说你在想半斤说 这是什么 他们这一间就是上次介绍过那个 梅金 它就叫没有精神 哦梅金叫没有精神 对对 然后有一个定叫做没搞定 没搞定没搞定 对 真的 他们的出发点是说 现在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今年那个天气比较热 对 所以那个水果都会过剩 嗯 对 所以他们出发点是说 既然有过剩的话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做果干嘛 把它保存下来 对 就帮助农民 因为农民真的不是只有韩国瑜注意到那几样水果而已 其他的其实也都是农民都在 很辛苦的做 而且农民都希望能够种出来有结石有结果 能够充分运用嘛 对对对对 那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柠檬片 好柠檬片 他们这个不是用油脂的 他们是用那个五脂那个莱姆做的 哦五脂的柠檬片 对对对对 可以直接饮食 不需要说 当然要去泡开水 也可以 也可以啊 我知道有人很喜欢用这个干燥的柠檬片 还是香吉士片 有的人会直接把它冲水 你知道就冲水饮用 就他如果这样吃他会觉得很酸 对 那冲水其实也很适合哦 像这种好的蜜件冲水 像我自己就有习惯好的梅子我就冲水喝 你知道不是一整颗吃到嘴里 但是我们要说明一下 如果说果干类的商品 他不加糖 大概只能保存一个月 哦我知道 加糖其实并不是为了要增重啦 加糖其实是要保护这个商品 所以说为什么 那农味既然要销售这些东西 他们不可能让他一个月就 那根本就不会有其他人会做他们的经销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如果要一个月之内就要吃完的柠檬片 你们自己买新鲜的自己回去晒干 对 所以他一定会加糖 这边可能要说明一下 不要误导说加了糖之后 好像对身体怎么样 大家其实太紧张 等一下我要拿一片 我一定要拿一片完整的 好漂亮哦 然后他们有说 这上面有产生那个结晶的那个现象 是自然的现象 哦很香哎 还有就是啦 我觉得现在大家做果干都很厉害 为什么 以前我第一次吃到这个柠檬片 我咬不动 它的皮好硬哦 很干 对很干 就比如说以前的果干就是很干 糖就是加很重 可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懂得用低温烘干 所以低温烘干的这一招 比如说他们就用时间来换 对对 真的用时间来换 用时间来跟你交换成本 对 你看有多柔软 你看我一点都不费力 这个皮尤其是柠檬皮 你看柠檬皮好软 很香哎 而且他们说 好香 最主要的耗的时间 这个就在烤的那个部分 还有你知道它吃起来酸还带苦 苦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白色的膜是苦的 对啊 苦甜酸 香 然后还有那个柠檬皮的那个精油 哇咬下去好丰沛喔 就完全都没有添加东西 没有 哎这个我喜欢哦 哎等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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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因为柠檬片太多了 对 刺售的这种果干太多太多了 而且农会生产有一个最主要的保障就是任何的商品 他們一定都會送咽 對 你也怕 很怕啊 很怕會出問題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這個仙草乾 大家以為仙草乾在路邊的野草 因為的確我有看過路邊也有仙草 你如果認識你就是割下來 曬乾也可以自己熬湯 可是問題是有咽嗎 對不對 對 有別的東西嗎 好那接下來拔辣乾 拔辣這個是 不是紅 這個是紅心拔辣 會不會硬邦邦呢 哦 好好玩 它的拔辣乾切得比較細 對 對不對 看起來很硬 也不會 它其實都有這種 就比如說 它都是蓮皮 比如說拔辣皮的這種色色的 這種風味都還保留 所以這也是低溫長時間的 對他們這三樣產品都是低溫長時間 真的好吃 而且我在講 這個其實有用一點點糖對不對 都一定要用糖 可是它不是甜 它其實不甜 沒有我們的時間到了 我還沒有吃柚子Q皮 柚子皮Q 柚子皮Q 趕快拆給我看 時間到了 拜拜 天啊 我都吃得太開心了 對不起聽眾朋友 我還要自己玩 玩得很高興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柚子皮Q 來 皮Q喔 皮Q 皮Q 啊 啊 它其實 你知道 就比如說它有切這種 有厚度的 對不對 對 所以才會有Q 好好吃喔 柚子的味道很重耶 很重 咬下去那個精油都噴出來耶 對 這個皮Q 欸這個皮Q 所以它叫皮Q 所以它叫皮Q 咬下去那個精油爆出來的感覺耶 大家或許看不起眼 味道不錯耶 有人問要在哪裡下單 我們等一下會請洪彭敦把連結直接貼上來啦 還有他老婆的針 對 我剛才其實沒有聽懂 在Yahoo的洗浮會跟在蝦皮的針 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配送比較快是不是 欸 在蝦皮的話 它沒有其他的宅配葉子 它純粹就是四大超商店到店 你只能在超商取貨 哈哈 對 不能寄到家裡 剛剛其實有人跟我們說耶 說保釋附的冷凍年菜 還是我們好物市集 也可以給四大超商店到店取貨耶 是嗎 我們也可以嗎 冷凍的不行喔 你們的除非是要跟他們談 放在目錄裡面才可以 要放到他們的目錄 對嘛 對啊 因為剛剛有人跟我們講說 我們就可以不用宅配 就店取貨 不行不行 還是寄在全聯 讓消費者去全聯取貨 我覺得應該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你寄到超商去 它就不會幫你保存 因為那只是一般消費者的東西 而且老實講 你知道像這些冷凍庫 還是這些改配業者 還是超商 他們的冷凍的空間有限 欸這就不好說 對啊 他不可能拿來 還是他的運費要多高才有辦法 不要說他們連黑貓都有限 對啊 黑貓都有限 好啦我們來補價錢 這個黃金柚子皮Q 就這三包多少 這三包都100上下 100上下 這個好 我喜歡 今天帶來都是很實在的價格 對啊 而且我要跟100上下 我要跟聽眾朋友講 我曾經看過有一個名人 他也在賣果乾 他的果乾也沒有特殊 他就要超過100塊了 更何況這種 你知道非常獨特的果乾 跟大家推薦 而且農會有保證 農會有保證 也不是從大陸來的 也不是從中國來的 因為中國的蜜餞 我覺得製成不太一樣 就比如說 要吃蜜餞 大家還是要吃 有保證的 應該是這樣說 沒錯 好 謝謝紅蓬燈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謝謝瑞亞姐 謝謝大家 先拜一個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順心 恭喜發財 順心 恭喜發財 各位好 哈 我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朱年行大運 因為呢 明天 我其實工作 今年應該是說 今年工作今天 現場錄音 到了明天跟後天 聽眾朋友聽到的 都是我已經預錄的東西了 因為我已經準備要過年了 然後呢 也希望聽眾朋友在朱年 能夠非常的順利 非常的順利 身體健康 做什麼事情都心強事成 而且大家也可以發大財 好啦 謝謝大家 我們等一下呢 會把紅蓬燈的喜福會 網路商城 在Yahoo上面的 還有在蝦皮 蝦皮上面 他老婆的針 針 我們會把這個連結補上去 大家呢 可以在過年的時候 吃一些好的東西 謝謝大家喔 新年快樂喔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拜拜 拜拜 大家都一直留下新年快樂 害我都不好意思 結束直播 還有就是 好 我在這裡先做一個預告 聽眾朋友 記不記得 我們在幾個月前 沐易洋 台南做砧板 手工砧板的沐易洋 那個時候 我有跟他講說 我想要訂製一批 超級美食家的砧板 那因為我都太忙 沒有時間跟他討論 結果前幾天我收到了 他自己送上來的小塊的 可以做切水果 也可以做杯墊 杯墊 的這個手製的砧板 小砧板 他總共送了八塊上來 所以呢過完年之後 我們會針對 超級美食家的頭號粉絲 來做抽獎 我再講一次喔 超級美食家的頭號粉絲 來做抽獎 你問我怎麼樣變成頭號粉絲 三個方法 不斷給我按讚 不斷給我分享 不斷給我留言 我昨天在看 我的頭號粉絲 大概有 240幾個是不是 還是400多 我已經忘記了 你知道 所以我們會針對 過完年之後就會針對這些人 來送 這八個 超級美食家 與沐易洋 聯手的砧板 新年快樂喔 好我要結束直播了 大家平安 大家還一直留下 新年快樂 拜拜 拜拜 新年快樂 拜拜 拜拜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